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狐狸猫决定跟小树蛙一起去超市买食材 然后到小树蛙家煮热腾腾的蔬菜汤来喝 买完食材的狐狸猫与小树蛙来到小树蛙的家里 小树蛙拿着食谱研究蔬菜汤如何煮 狐狸猫则在研究瓦斯要如何开 在一阵手忙脚乱中 狐狸猫和小树蛙终于煮好了蔬菜汤 却也把自己用得很狼狈 喝完热汤后 狐狸猫和小树蛙坐在沙发上 不知道要做什么 狐狸猫说 你上次不是要介绍有机物的分类吗 不然我们趁这个时间来了解吧 于是小树蛙回到房间拿出一个黑板 在上面画了不同有机化合物的构造 小树蛙让狐狸猫先试着把这些有机化合物分类 荧幕前的你 帮帮狐狸猫吧 狐狸猫仔细观察 发现一号和二号有机物 只有碳原子和氢原子 而三四五六号有机物 除了碳原子和氢原子之外 另外还有氧原子 狐狸猫认为这样就可以分成两类了 若依照狐狸猫的想法 便是利用原子的种类进行分类 把含有碳氢原子的分成一类 含有碳氢氧原子的分成一类 小树蛙称赞狐狸猫很棒 并表示 若有机化合物 只含有碳和氢两种原子的话 称为碳氢化合物 含有碳氢氧原子的 则称为碳氢氧化合物 小树蛙向狐狸猫说 而碳氢化合物 又可以称为听类哦 听类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听的字形 字音 是由碳氢所组成 接下来小树蛙问狐狸猫 还记得目前有机化合物的定义吗 当然还记得 狐狸猫大声地说 有机化合物必定含碳原子 且可以依照不同原子的规则 与其他原子连结 例如氢原子 氧原子等 接着 小树蛙提到 其实听类 还可以依照碳和碳原子间 或与其他原子间 形成不同的件数 分别是单件 双件 及三件 并逐一命名为 碗类 锡类 缺类 小树蛙又提到 其中 甲烷是 氢类结构中最简单的有机物 它是一种 难溶于水的气体 是一种古生物 长期沉积地下 经慢慢转化 即变质裂解 而产生的碳氢化合物 而且可以释放大量热能 你还记得 刚刚我们煮蔬菜汤时 是不是有使用到瓦斯呢 狐狸猫表示 有的 这跟甲烷能释放 大量热能有关吗 小树蛙说 对呀 就因为甲烷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将它作为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 由瓦斯公司架设管线 提供用户使用 小树蛙也让狐狸猫想想看 生活中 哪里可能有 甲烷的存在呢 没有错 森林中落叶分解时 天然沼泽冒出的气体中 以及动物消化食物 产生的排气里面 也有甲烷哦 接下来 小树蛙让狐狸猫想想看 小吃店很常使用的 桶状瓦斯 里面的成分 其实主要是丙丸 和少量的丁丸 狐狸猫提出疑问 所以丙丸和丁丸 也是气体储存在钢瓶咯 小树蛙回答 丙丸和丁丸 虽然是气体 不过为了方便运输使用 便将原本气体的丙丸和丁丸 经过加压压缩成液体 储存于钢瓶中 以增加使用量 狐狸猫接着说 刚刚介绍了有关于 丸类的不同有机化合物 难道没有一种 统一的命名方式吗? 其实有的有机化合物 如果含碳数是十个以内 就会以夹 以 丙 丁 物 己 羹 心 人 鬼 命名 若含碳数是十个以上 则以碳原子总数命名 也就是数字 让我们和狐狸猫一起整理今天学习到的东西 仅含碳和氢两种元素的有机化合物 叫做碳氢化合物 简称为 丁类 丁类包含 丸类 锡类 缺类等 不易溶于水 且在空气中完全燃烧后 可生成二氧化碳于水 而有机化合物的命名方式 若含碳数是十个以内 依需以夹 以 丙 方式命名 若含碳数是十个以上 则以数字命名 最后 荧幕前的你 想想看 还可以依照什么条件 帮有机化合物命名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